今天問的李大都 拍出有上兵失聯 六軍是心理專案 小組 專民搜索 說不定有庫國情對處是 會是內 說不退職這人 我還是關心 上兵感到優秀去中國 庫國情說無法去祝 會擔心兒子嗎 他有沒有跟你聯絡 民對兒子都不說話 加速的心情很擔心 就跟金門方位 在那找到不發出列書收筆大堆 二大收筆 對一個聖丹的上兵失聯不去 就跟省立專案 小早來的三早 加速也坐婚姻去金門 還有坐專家去大大堂 主任有沒有可能猶到對岸了 這個聖丹的上兵已經失聯兩天 因為這個手機的信號 還會現實在這堂堂的四口鍊 還跟班後 黃金的七十二休息 接下來在憔悴 很多的預測 我們都不是做評論 現在我們都是一定要掌握黃金七十二小時來協議 這個是我們的關鍵 國防部長有出國情 在那找十堆外來給失礙 除了有協調海巡人員要來盜找人 他也強調說不來拿這任 還有說 這個堆內部管理跟管轄 都要潛入做檢討 並且說上兵有外務 還有借務的問題 外界很關心聖丹的上兵 是不是有可能會跑去堆換去呢 到目前沒有任何訊息講說 他已經到對岸或如何 所以我剛才講我沒辦法預測 所以被從說很探解的事情 我們持續要找 找到人在講 我覺得叛逃的可能性也相當低 因為因為這個以他的位階來講 對大陸的這個就算有什麼情報價值也是相當低 所以我個人覺得叛逃的可能性相當低 那如果兩者身份中心有不發出 審某秋情去讓人調包作無形的基層 已經來嚴重升等到國軍的行程 副國情表示說 目前已經依上司法調查 國防部也會來作出行政調查 國軍最近少年所不發出 媽祖欠肉 金門兵失蹤 還有市民贏外流的情意 立委直接說 國軍的軍機擲黑黑 副國情再度來回失禮 表示說國軍就要貼地來作檢討 記者總會報到